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回来君豪为什么逃婚 这个你要讲吗 可能我们都怕 我们不怕付出 但是可能怕真的负责任这件事情 对 那时候你三十了 三十了 刚过 刚过三十 对 那就像我父亲一样 他给我很充裕的爱 可是我并没有办法 从他的外在得到肯定 就是他肯肢体 或者说他的嘴巴当中得到肯定 所以是很困难的 那可能也因为这样 我就不太敢对我自己 许下一个承诺 或者是对另外一半许下一个承诺 那时候鼓起勇气告诉他 是真的因为到了那个断桥 才想说好吧 我告诉你 而且隔一天真的就是圣诞夜 然后你在山里面全部都是暗的 都是黑的 那我看到一个光 我就回想到 之前我在 之前的感情也有这样一个场景 我就告诉个导演 我说其实在黑暗当中 一点点光都足以温暖我们的心 那我才觉得说 这个真的让我感受到 原来我是在逃婚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并没有觉得我在逃婚 我只是觉得说 我就出去嘛 我就成全你 完成你的梦想 可是并不知道我自己在逃婚 你知道他最好 说的发音最标准的一句英文 因为他那时候女友是外国人 他最好的一句英文不是 I love you 他最会讲的是 Merry Christmas 因为那个时候 他跟他交往的时候 有一年是在圣诞节 然后每一个人都挨家挨户的说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然后他那时候是第一次觉得 有一种所谓的家庭的温暖 所以他们是在那一年的圣诞节 雪下今年的圣诞节要结婚 那那个时候你也去了女朋友的家 对 跟他一起过圣诞节 应该是这样 是这样 在加拿大国的 对 所以他跟我讲的时候 他还特别讲说 是在最暗的时候 你可以闻到所有的味道 人只有在最黑暗的时候 才会感受到那个光 一点点光的那个温暖 那其实那个时候 我真的是听了 我不晓得是心碎还是什么 我是觉得 好像老天有要给你一个什么暗示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 听到一个传说 就是当地的人跟我们讲 你们要不要去参加部落的平安夜 因为这些部落的人 其实是土石流之后 所谓的这个活下来的人 对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 隔天一醒来 旁边人的狗也不见了 全家人都不见了 家人整个村子都不见了 然后以前最高的屋顶 现在都在你旁边 就是你是一个活下来的人 那我也只好是活下来 可是他们从那个完之后 他们还是在每天的平安夜 敬拜上帝 他们其实是可以最抱怨老天爷的一群人 所以你很想知道 跟你一样也是活下来的人 为什么他们这么有希望 他们怎么过日子 然后我们就到那个平安夜的时候 一开始他就是唱一个歌 那歌词很奇妙 他说有一个礼物你收到没有 这礼物是为了你准备 不是为别人而收 礼物虽然好 如果你不想要 你怎么会得到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市人太 在要求一定要怎么样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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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够怎么样 就像我们对感情也是这样 你一定要怎么样 才能怎么样 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趟旅程 最大的收获 应该就是你在山里面 或者你在蓝宇的这样一个部落里面 都看到别人都可以过得很好 那他们所谓的感情 并不如你都市人 一定讲的一定要怎么样 他们也是过得很开心 是 所以其实放下 好像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还有身在其中这件事 对 认真的去感受那所有的一切 对 感受那一切 好 今天非常谢谢 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旅程 还有计划要去什么地方吗 目前就是为了这部电影 还有让这个书的再版 去见更多的人 让更多人来我们生命之中 也希望借由电影跟书 让更多人去旅行 对 旅行其实真的是 一件很棒的事 会找回什么 或者是想通什么 或者是放下什么 最重要的是 愿意在自己的土地上旅行 今天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惠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